因為大家韓國現在其實都很熟 所以我可以介紹大家幾個 策略性的逛 東大門和宏大 宏大就是很多年輕人 然後那邊也比較容易挖得到保 宏大比較像我們的吃大夜市 所以那邊的價位就比較低 就是可能就一兩千塊就有的東西 那東大門就是很多批貨的人 大家都知道會去 那最近我去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家新開的叫APM 它那邊也是很多批貨的人會去 然後批貨的朋友就教我們說 你就去的時候 你們不能這樣一直盯著衣服看 一直盯著衣服看 你們就這樣指一下 然後你就要派一個人去買 然後就偽裝成是批貨的人 可是這個在實質操作上非常難 因為我們要七八個女生 同時喜歡一件衣服其實很難 因為它那邊 通常大概三件以上它才賣 而且你只要這樣稍微抵一下 人家就會知道你不是做生意的 這次就有碰到一切 就是我們有大概三個女生同時 在東大門喜歡上這件衣服 然後因為像這種衣服 不太用挑身材 你看它有毛針的一隻黑 毛咪的 就是它的臨口也有 又比一般的這種 有一點小小的設計 重點是這件不到台幣1000塊 而且它裡面又是厚的 就是它是保暖的 這個 你們猜是什麼 這很適合送你 它很像一本書 但其實它是一本面膜 就很可愛 它就很適合拿回來送給人家 就是 而且就面膜不會亂丟 這樣一本就直接斯萊芙 我覺得很好用 這個還沒有上市 我在我冬天11月多 我就會在韓國買到 就是現在很強的這支唇膏 我現在就是擦這一支 你看出來很正就算了 在韓國逛街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我們很迷韓劇 你常常就會發現 如果你眼睛夠力的話 你就會看到 跟韓劇女主角 一模一樣的洋裝 這就是很紅的吳海音 我看它那一場戲 不只前面一樣 它後面也是一樣這樣露背 迷韓劇的人去那邊逛街 你就可以眼睛力一點 它會常常出一些款式 就是當下那修女主角 最常穿的洋裝